平时只剩我和小女儿在家 我就会用女儿喜欢的食材做个懒人热饭 就是这个开胃有好味的蕃茄虾仁热饭 我和小女儿都很喜欢吃 轻轻松松一锅熟就搞定一餐 两三个人的份量 三个大蕃茄就够 还有半斤新鲜肌围虾 成熟的蕃茄去皮后切成丁 新鲜大虾冻一冻容易剝出虾仁 再在背部削一刀 等一煎就会变成虾球 虾容用少少盐和胡椒粉腌一腌 这样有底味不得来又去腥 先提前调回热饭酱汁 放少少蕃茄沙丝颜色会更漂亮 具体配比看屏幕 第一步先将虾仁炒熟放在一边 再炒两个滑蛋备用 虾头就不要浪费 加少少油将虾头放在锅里煎 加一块姜一起煎可以去腥 用小火将虾油慢慢逼出来 这样香很多 撈走虾头之后再放蕃茄粒 炒到蕃茄出水出香味时 再加半水煮烂 最后将虾仁鸡蛋和调好的酱汁 全部倒入锅里 煮到沸腾收汁的状态就OK 这个色水看起身也很有食欲 关火之后将煲好饭倒进去拌均匀 如果是隔夜饭就要煮多一会儿 一个酸酸甜甜又多汁的 蕃茄虾仁热饭就大功高兴 当然不少得女儿喜欢吃的水煮西南花和南梅 这样一套热饭酸甜开胃 营养丰富 重点是做起身非常简单 想小朋友吃的开胃不单单味道要好 颜色的搭配和餐具选择都要花点心思 这样他就吃得很开心 最后还可以和他玩个小游戏 比如这个鸭仔餐具做耐有甜坤 如果他吃饭吃得干净 我还会给他抽一次奖 抽中了就要兑现 比如抽中了零食就给他最喜欢的纸彩 这样小朋友吃饭就会听话很多 可以培养到他自煮进食和干盘的习惯 只要有方法有耐心 哄小朋友吃饭话都没那么容易 我是小咪爸爸 记得准时吃饭点个赞